结合了烙画老师翁瑞虫和花莲监狱烙画班 共同展出的师生烙画即花莲监狱教化艺文连展活动 展出花间寿行人45届在高墙内接受艺术熏陶和学习的成果 从即日起展出到1月31号 欢迎民众前往花莲县文化局的美术馆二楼第一展览室来参观欣赏 台湾烙画名家翁瑞虫再度集结花莲台南两地 共四名学生以及花莲监狱受教化的四名受行人 办理烙印社魂师生烙画即花莲监狱教化艺文连展 9日下午在花莲县美术馆开幕 全新投入烙画创作的翁瑞虫老师 谈言一度用言过度实力受损 原本预定计划封笔 因缘机会下从台南远赴花莲进入花莲监狱教化 自108年6月起以烙画辅导育友 我没有想到说这几位塑形的他们的行为跟弱性 让我感动到我愿意每个星期来到他们来看一下 甚至有时候因为我要从台南来的时候 我都已经称大概是3点4点出发 然后自己开车到花莲监狱 平均大概都开了8多小时的小时 所以刚刚进去的时间是1点半的时间 那这1点半其实是饿着肚子是完全没用吃饭的 就进去花莲监狱那边去教授 所以我有很多的情绪跟抱怨的不满 所以我把他也用我的情绪去感化他 所谓的感化就是去骂他 我的感化的过程就是因为我的距离 他们如果在不用心的话那我这一条路选择是错 所以我当初就是用我的这样的方式来说 既然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你也走不可能 不好好选 当你如果真的要想去做 那我会跟科长跟点离长报告 所谓的所谓的你们有 所谓的什么行为 可以认真的用这样的方式去 联系跟一些冲作 那他们也依然就会说 老师既然也可以帮我们了 那他们就全心全力的 去把他画画画作 所以当然也是因为给理长的支持 他能今天促成 促成这一次只是第四次的花间 这边的一个叫他的一个理由的一个连展 2013年投身烙画创作的翁锐虫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凭借潜心观察学习不断突破 本展继翁锐虫老师 108年烙印社魂展后 结合新旧作品 也集结花莲台南学生 及花莲监狱受刑人多件作品参展 题材丰富多元 呈现花东景屋之美 即日起展出至1月31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讲房页花莲师报导